不過自家餐廳 四處沒有很多人知道 中午生意也沒有這麼的好 可能大家是習慣去一些 搜尋比較搜尋得到的餐廳 或是其實名度比較高的餐廳 飯店附屬的餐廳一般人都很少 都會覺得說它會很貴 其實還好耶 一餐吃下來五六百塊是很正常 總比你去外面吃一些網美店 難吃要死啊 然後還要送你一個五六百塊 來這種飯店的附屬餐廳 絕對不會有地雷 非常好吃 服務品質好 環境又好 pod點餐廳 唯有雷 搞 kaç supplemental 有種 ヴー by bwd6 今天呢我们来到哪里呢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老爷酒店的大义行旅 哇 这个是辣椒哦 单纯就是用油醋 然后柠檬 连巴胡椒调味就好好吃哦 尤其是这个南瓜 这个南瓜真的很好吃 南瓜很甜 然后表面要炙烧过又焦焦的 咖啡菜沙拉就非常健康了 还用了绿色番茄 黄色番茄跟红色小番茄 下去做搭配 热沙拉非常的棒 打一行旅啊 算是老爷酒店在台中市的第一家饭店 在银材路上 你开没多久吧 开不到两年时间 看下 ruled 洋葱见汤 这是面包 吃起来 这是我们的洋葱味 是我们的洋葱浅汤 这洋葱腱汤里面是用牛羊羹汤 这洋葱盐汤里面是用牛羊羹汤做汤蟘 然后还有放一些面包 這個洋蔥清湯呢 雖然它叫做清湯 外表看起來清清淡淡的 不過它味道非常濃郁 算是很厚實的一道清湯 聞起來有迷迭香麵包的小蛋包 喔 好焦喔 沾著啊 油住醬 這個好像麵包啊 基本上只要有熱啊有酥啊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它今天菜單部分都是單點的 不過呢加250塊呢可以升級為套餐 就會有沙拉啊 淺菜啊 湯啊 甜點 還有飲料非常划算 250塊 現在要上了一道起司螺旋麵 這起司味道非常的濃 這算是主餐前一個小前菜 怕有些客人吃不飽 我們來試試看這一個小前菜 起司螺旋麵 它很濃的起司味 然後加上奶醬 碗也非常的燙 很有保溫的效果 這一碗吃下去啊 等下煮沾奶的時候也差不多飽了 非常聰明的一個做法 看一下這個 這道菜 叫做變形的Po Canana 看起來應該是屬於起司類的 而且還有手工餃子 手工餃子這個東西啊 現在很少人在做 因為台中人不喜歡 所以吃手工餃子啊 它是有一定的客選在 喜歡吃麵食類啊 麵粉味比較重的人 才會選擇餃子 這個吃下去 滿滿的起司味 他們家菜色啊 這個是 非常傳統的手工菜 跟一般現在主流三店不太一樣 他們都走他們自己的風格 就是義大利的味道 原是原味的呈現在這邊 這其實會很濃耶 然後手工餃又吃得到麵皮的麵香 這個主廚啊 他一定去很多國家 走房過 所以他的料理啊 在一般啊 房間料理都不在意 這個吃得出來啊 是正統 文雜文打的 手工的一些麵絞類 以及他的味道 一般餐廳速成了 絕對隨不來 還有一個薄薄的 還有一個薄薄的 糖度過的流程 甘甘苦苦 好吃 現在呢我們來到戶外區 沒想到這種飯店啊 居然還有一個戶外區啊 等於算是一個 院子的形態啊 在這邊夏天應該是很舒服 不過呢櫻財路上啊 還有很多很競爭的餐廳 或是競爭的飯店 像是 雅治啊 雅治的飯店其實也不錯 餐也不錯 不過呢大義行旅這間飯店啊 他們的餐點啊 真的是比較原汁原味的呈現 一般人啊應該是沒有辦法 理解跟接受 這邊所要呈現的味道 跟它的質感是什麼 不過那餐點品質是真的非常好 不管是香氣啊 食物的熱度啊 滿足感啊 裝潢啊 這些啊都非常不錯 各位有機會啊 可以來大義行旅啊 這邊吃看看 大義老爺的飯店信號應該都不錯 不是現在一般的網紅餐廳 那麼難吃的東西 這間餐廳啊 是真的不錯 非常棒喔 尿帥吃吃 今天就到這邊喔 下次再帶各位吃吃什麼呢 掰掰